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车难题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 开进楼里的公交车 夜里十一点 北京市丰台区611路的末班车司机刘师傅 像以往一样 运送着夜归的人 随着最后一名乘客的离开 刘师傅也顺利结束了今天的载客工作 在下班回家之前 还有一项工作 需要他来完成 他要把公交车开回场站 才能下班回家 刘师傅 晚了 进不来了 院里 又晚了 帮忙找到地儿呗 自己找个地儿啊 好嘞 找地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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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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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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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前后两个门之外 没有其他的多余遮挡 当驾驶员把公交车停放到指定的停车区离开后 这个车库的自动停车系统就开始工作 现在我跟周老师就已经是在这个公交立体停车库的内部了 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公交车这么长 载车平台它也比较长 师傅是怎么知道他停到了准确的位置的 首先呢司机师傅通过前面有一个指示牌 他能看见停车已经到位了 会给司机一个直观的指示 咱们在这个载车平台上设置了解速带 然后前面还设了一个两个梳纸 有一个凹槽 然后它那个车正好停止到那个凹槽那有一个感觉 装载平台上两边凸起的格挡 可以有效地约束车轮的行驶轨迹 不仅如此 为了停放的精准 工程师们还巧妙地在疏尺上 加装了几组横向的滚轮 当车辆行驶到滚轮上 滚轮也会对车轮产生摩擦力 减速带加疏尺的结构设计 能够让司机安全有效地完成车辆的停放 咱们在彩车平台上设置了一个纠片装置 然后通过对车轮的一个位置的调整 现在这个车轮是在调整位置 在调整位置 调整完位置 然后它就开始起升了 一切就绪 接下来就是让这个15吨重的大家伙 去往它的停车位了 在公交立体停车库 二层以上才是停车区 这15吨的公交车 需要借助什么样的工具 才能到达二层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在机械式立体停车库中 有一个设备至关重要 它就是提升机 它相当于一部巨型电梯 通过升 降 横移的方式 把汽车送到目标层 这巨型电梯 主要包括动力系统 升降舒持和配重部件 它们相互配合 采用电机带动链条的提升方式 来实现平台的升降 其实我们也借鉴了一些 小车的这些设计 但是我们发现好多的这些设计 不适合于这种重型车的 那什么样的巨型电梯 才能将公交车安全转运呢 车辆进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上 然后它这个链条会有一个拉伸 这样就导致我平层的时候 就是有车跟没车的时候啊 它是在两个位置 所以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下 然后开发了一种 U型结构的这种防坠平层的 这些机构 这是跟小车完全不同的 U型防坠同层结构 对工程师来说 仅仅是保障公交车 在升降过程中的第一把安全锁 那么充足的拉力 就是第二把锁 在升降方式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多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电机启动链条 这种方式 还有一个是 但是因为公交场站它具有特殊性 然后同时我们考虑到它这个 一旦出现事故的话 它影响整个车库的运行 所以我们考虑到车库的运行 所以我们是设计了 一备一用的这种方式 保证在我一个电机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通过自动控制系统 然后去切换到另一个电机 保证设备的一个安全硬件 有了这三把安全锁 公交车的自动停放系统 就能万无一失了吗 天哪 这么重的公交车 但是感觉这个机器是轻而易举 15吨重的公交车 轻而易举完成了 从一楼到二楼的转运 是什么突发情况 又让它悬停空中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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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集继续